剧本都写不出的综艺名场面 您的身高是169 喂 没有169 请你注意你自己的眼睛 你亲爱好不好 你也输了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输 是上吗 那接下来你将前往神奇公司面试 好 那么出发之前呢 请你在1到100中选一个数字 我信用数字是7的话 我就选17好了 那么恭喜你 你选择了数字17 确实要恭喜吗 因为这你就要获得17块钱 17块钱 就是你今天前往公司的交通费 然后你需要在半小时之内 完成这个任务 基于我只有17块的情况下 所以我现在只能 决定跑步前去 那你们要跟得住我 开始了 可以跟得住我吗 你们跟不交我的话还我两块 或者你都给我17块 这样吧 我们谈比生意好不好 你说吗 我给你多少钱你别跑 但是我喜欢跑步哎 你 不是钱的问题 这是钱的问题吗 我们给你八十五块钱 你们实在受不了了再找我 好不好 实在受不了再找我 受不了 我还会来找我呢 我给你五十五块钱 你今天是所有面试者中穿衣服最随便的一个不可能我稍微乱一种我刚刚主要是跑步跑过来所以现在有点乱稍等啊 你为什么会选择要跑步过来面试呃因为钱的问题啊呃因为钱的问题啊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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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谁啊谁好过来啊我经纪人啊我现在玩我想去做他 哈哈哈我可以做我经纪人吗我现在可以打他吗 哈哈哈 哈哈 我们重发一下我们一个另外的搞笑版本情感 你是 那是人情 那是爱情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笑张了 我得忍住 我得忍住 不好意思 搞错了 在你说了分手的瞬间 却吓得那么深 吓得那么认真 你有本事再下得大一点 主要是薛老师 可能没有感受过山东的雪 哦 雪天就跟 我们今天下得要跟馒头一样呢 那个还要大一点 哦 比那个还要大 对 大一点 我的天哪啊 录节目开场会有 跟嘉宾来五连拍什么的嘛 我就在那一顿五连拍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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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完五连拍中场休息 我去化妆间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 我牙上这么大个辣椒籽 哈哈哈哈 我就问那个嘉宾 我说 哎 你好 我们开场的时候 我那个五连拍 你有发现我的辣椒籽吗 他说 有啊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呢 我以你们协心 会专门放一个辣椒籽 哈哈哈哈 那期节目播的时候 那个五连拍 镜头还专门放大那个特性 我们要一个鸡蛋 多少钱 多少钱 物价局能同意 你这么定价吗 黄老师 他说一鸡蛋六十 那不要了 不要了 哎 我们收拾行李吧 我们走吧 这太吓人了 但是接没信 没信 没信 没信有 在哪啊 200块钱一罐 哎呀 哎呀 黄老师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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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问一下 晚上的那个罐子里面那种饮品 是什么价格吗 没有 今年就敞开提供了 但是要跟我们购买 来 我啤酒要二十块钱 多少钱 二十 十块钱 哇 这里的 哦 一个罐十块吗 还也是个泪妖狐 我们目前才插了半瓶啤酒 不愧是哈人们 这突然就变成了一档喜剧节目 先是选手们进房间 几乎每个人都被门口的台阶绊了一下 插得出来就到了 于是导演组赶紧撤掉这块台阶 结果就在这之后 这个设计有问题 可以稍微改一下 这个加一个这个 不然会摔倒 选手想用抛音笔的方式来做决定 这个剧本都不敢这么写吧 还有哈人们傻傻的执念 对着吸铁石就是一阵丝 吸铁石 死铁石 那是吸铁石 哦 大家真的不要都太可爱哦 被光光吹蜡烛烛像是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我一个没面 一个没面 这个给我长长久久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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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倒了 又倒了 对啊 哈哈哈 大家一起吹吗 3 2 哇 哈哈哈 这是我20岁年过过最棒的蛋糕 他在我门口跟牧师吵架 有被笑到的尴尬沉溺 彭玉唱 哥哥太爱我了怎么办 当彭彭去民宿入住 他不知道的是他的好哥哥们 早已埋伏在角落等待出击 赫哥 这门我都不敢管 这个灯都有点吓人吧 赫哥夏娃还告诉彭彭一人一金 我是隔壁的 记忆为真的旁逢向彭彭 自己引人一金 结果 我的狼狈好像逃出来了 狼狈好像逃出来了 我都不想逃出来了